日本归于岛国,他们自然资源匮乏,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国,却将战役的烈火烧满了整个亚洲地区。 或许我们总是在憎恶那些残害中国人民的日本男人,但却没想到,日本女性也是很张狂,在战役中她们做的恶,并不比日本士兵少,她们究竟做了些什么? 其实日本是一个非常保存的国家,郁佳不允许女性进入兵营,所以在战役初期的时候,日本女性都会到更大工厂帮助生产军需用品,或者就是将家中一切活都包了,让家中一切的男人上战场杀敌,随着战役的不断扩大,日本女性做出了郁佳张狂的举动。 他们成立了一个后援队,还起了一个相当具有本国特色的名字,大日本国防妇人会,这个团体有时能达到上千万人。 这么多的妇女聚在一起,首要的目的就是用自己的身躯来激励日本荣航,日本国防妇人会伴随着日本侵犯扩大化而急速发展起来,会员数急剧扩大,一年后发展到十多万,两年后发展到六十万, 图为母亲们将自己的孩子送上前哨,支持他们去残杀邦民无辜生命,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尽力效能。 曾经有部很知名的日本电影叫《死亡鉴别》,说的是战役爆发时,一位日本新婚妇女,为了免除老公奔赴战场的后顾之忧,而商调自尽的故事。 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锦上千代子,他在凶恶军国主义,的科学下用这种方法,来激励老公全心全意的图路。 他的老公就是制造东北平顶山惨案,的柜子手锦上轻衣。 我们在此痛诉日本妇女,在二战期间的种种恶行的同时,不由要劝诫我们,牢记历史,不忘初心,是每个人都应该挑选的生活方法。 看完之后,知道为啥日本人那时为什么这么猛,原来是被面的女性默默支持。